哈喽哈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号 昨天是5月1号 礼拜四 昨天是5月3 接礼拜四 现在温度是23 4度 昨天最热的一天到了26度 但是昨天忘了带相机卡口忘了带了 所以昨天拿着相机也没法拍了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 礼拜二 不是在这抱怨了一下吗 说哎呀 房东涨房租了 然后前天晚上 三十号还是三十号晚上 他跟我讲你不用交 你房间小不用交 然后都是跟他们讲 我心里当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要我交的话我肯定不出了 是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心里就想你何苦来折腾一下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 因为要涨的肯定不会涨个几十块钱 一般都是涨个50 涨个100 是吧 涨个几十块钱那就说过去了 是吧 他这个意思呢 反正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想别人住 他就想别人走 但是呢 他又不好说 把人赶走 是吧 他就是通过涨价的方式 让别人觉得这个地方不好 就跟我似的 我一看到这个信息我就觉得啊 他可能是要赶我走了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呢 在这方面有些太敏感了 然后那天他一说 哎呀 这和你没关系 你知道我送他一个那种水管喷枪水管 都四五十块钱让我赶 对吧 他居然为了这几十块钱的人要赶我钱 我觉得也不能做成这样子 然后果然他就跟我讲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 但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想住 但是他既然不长住的话 我再坚持那么用 坚持个一年半载的 我们找个什么好远的时机 咱们再搬 咱们再搬过一个地方去 哎呀哎呀 就这么回事 我觉得现在有钱的人啊 有钱还在只是不知道啥想的 哒哒哒哒哒 就好比说 嗯 算了 这话题我也不想聊了 爱咋地咋地方 是吧 哎呀 咱们自己管好自己就行 不过开开心心就行 有吃吃点 有喝喝点 是吧 本来就觉得人挺伟敌的 哎 结果你弄了吧 感觉要不要去跑步呢 感觉我的这个手啊 手啊 手啊 脚啊 感觉现在都不到哪儿出问题了 就感觉很酸疼的感觉 不是跑步的酸疼 感觉有点像关节炎之类的 哎呀呀呀 妈 身的病了 OK 那我们现在快到了啊 待会儿聊吧 现在是四点半啊 四点半啊 我们又接了一单麦当劳了 现在又送麦当劳了 这是往前面那个路口的 我记得昨天送到一个 送了一个这么诡异的单子 我送过去 那两个地方呢 很很难停车 就在马路口 就是马路路口那个地方 很难停车 基本上不能停车 你要非要走到他们院子里面 才能停车 走进去了吧 你也爆出来 当时我在想 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后来他给我发信息 说我出错了地址吧 不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又按照新地址 我送过去了 送过去之后呢 他又给了我一个五块钱小费 我说OK 反正有小费一大就行了 哎呀 怎么办 明天有一个小考试 考Severry Severry已经考了很多次了 现在就是不停地敲打 把这个句子给 不能照抄原来的句子 得用一些词汇去替 这就需要你有一定的词汇量 和知道怎么去替换这个 比如说名词变动词 动词变形成词 形成词变什么名词 并且呢 他也不是要你写整篇组 他就写一段Severry 我觉得 把这黑车猛的翻出来 把我吓一跳 我还以为要撞上 然后呢 我写了Severry之后呢 明天那个老师就要 组织大家去一个餐馆 吃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去餐馆吃一个午餐 奶奶的 我想的话的 这个老师真是 哎呀 那本来我不想去 想去吧 不去干嘛呢 是吧 就像有些人说的 这里是赚精力嘛 精力就精力 OK 哎呀 说实话 我上个月我就有点想放弃 但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就感觉 这世界上 我不知道 这世界本来 就是不是特别公平 你知道吗 有些人呢 是吧 做些事 说些话 或者是干嘛 他做的特别轻松 就是 对他们来说 就根本就 不叫事 就是举手之间 就把这个事给做了 但是有 但是同样的事呢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 特别难 就是笨的呢 就哎呀 我想起来小时候 小时候 我是玩什么东西来着 我忘了 有聪明的人 看一眼两眼就学会了 学会了就在这玩 然后我呢 比较笨的 我可能跟他后面啊 可能还得练个几次 才能掌握 哎呀 有些人怎么都交不会 我怎么交都交不会呢 我写满了去 我觉得心思还没有在这 你说哎 你不是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不在那里 发誓笃动吗 哎呀 5月1号到他妈的 8月31号 是吧 你要突击120天 56718是吧 突击180天 突击了没有 今天都2号了 没看什么动静 是不是 这个东西吧 很容易打脸 很容易打脸 根本就没干别的呀 什么都没干呢 放心放心 这33得9 这120天 我不是开玩笑的 昨天呢 迷迷糊糊过去了 咱 不算 从今天 我认真对待了 现在没有120天 119天 我认真对待 就不相信了 妈的 不相信了 今天就不能把这个事给搞定 别的都扯淡 因为最近 最近为什么又迷糊了 你知道吧 最近那个苹果那个商店呢 他那个 上 上下了一款模拟器 他可以把一些那种 小兽 那种游戏机的 那些那些就是卡带游戏的那些 那些东西可以 直接倒到手机里面 用手机玩 最近都在玩这个东西 妈的说小兽 都没玩过 是吧 今年得恶补下童年 结果恶补童年 童年是补了 中年没了 是吧 中年没了 这一眨眼一闭眼 直接从中年到老年了 先说这东西吧 童年你没有干的事 中年 青年不要去补 中年不要去补 到老了退休了 是吧 有点闲钱 没啥吊事儿的时候 你再补一补所谓的这些 是吧 没看过的没玩过的 你再补一补是吧 现在你要认识你干活的时候 你去玩游戏了 什么的 哎呀 当然也不是不忙啊 就是有些这种 是吧 魂斗罗呀 是吧 这个龙珠大冒险呢 是吧 这些那个 俄罗斯方块呀 可以玩 怎么那么不可以玩呢 关键是你要完成 你要做什么事儿 是不是啊 为什么人家同样 当然这个 笔法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 同样的人 你边玩游戏 边把这些人生过得丰富多彩 你呢 只能干什么一样的事儿 还还干不好 是吧 你玩游戏的时候就玩游戏 你学习的时候学习要干嘛 但是没有一样能做好 白瞎了嘛 白完了嘛 就说这种东东那个 就说人呐不能脑迷糊 得自己呢 没事呢 甩自己几个耳瓜子 是吧 不能开玩笑 开玩笑 甩几个耳瓜子 要干嘛 不知道吗 啊 那脸怎么那么大呢 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哎 对 突然被醒过来了 昨天都咪咪咕咕咕的 昨天 这个没带 这个也没带 也咪咪咕咕的 好吧先到这吧 我就再深刻的反思一下自己 我要反思一下自己 我要准备开始是吧 要看东西了 看东西 不能开玩笑 哎呀 自己的命呢 一年过一年了 好吧先到这吧 拜拜 OK 转了两圈又转回来了 现在是五点半了 五点半了 哎呀 看这边的油价吧 路过两三回了 没报油价了 油价三块四毛七 这个转比较便宜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送 这个也不是特别远 这个也就是附近 是吧 没有擦 我还没有放 没有按导航了 OK 也就七八分钟 哎 还为什么会 OK 那我就往这边走到了 哎呀 呀呀 OK 刚回来一会儿 本来想看一会儿 结果就接了一单 没事 反正有单接也是OK的 是吧 也是OK的 总比没单接好 但关键是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没单接的时间 咱们千万别浪费了 是吧 有单接 昨天前天都回去很早 礼拜二礼拜三回去都挺早的 七八点就回去了 没什么单子 每天礼拜一还好 礼拜二礼拜三不行 今天礼拜四了 礼拜二礼拜三不行 我回去很早 我到家连八点都不早 七点都我就干回去了 哎 干回去也没看 叫也没有睡好 妈的该看的也没看 不知道自己在干啥 有警车呢 这是消防局 警察警察 说实话 他们玩的东西以前 以前我之前也玩过 是吧 就是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需要一些 审查 或者叫稽查 是吧 有时候就是按照程序 走程序 是吧 我就在这你走一下过场 看看你的工作呀 是不是到位了 只是走过场 但是咱们当时年轻啊 年轻气盛 总想说要干点成绩出来 是吧 咱们真的去警察 躲在角落里面 观察 观察这帮孙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摄像头呢 那个时候很导致 还没有什么那个 观察这帮孙子在那里干啥 然后呢就写个报告 是吧 按照常理说 确实是在那边做工作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你没做好呢 就很容易得被人 为什么呢 你躲在旁边 那不掉第二八景的去审查 或者审核点 是吧 哎 你只是在那边就是用词 这孙子又去打小报告了 对 但是你知道 哎 当时也不知道 当时觉得哎呦 这个是吧 这个核查的工作是非常的 非常的谨慎的是吧 特别是对人员 对一些这个人员的工作 没想到啊 这里面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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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坑 还有很多那个 哎呀 那就是年轻的 我知道吧 但是我出来之后 算是真眼看世界了 我操 算是真眼看世界了 什么鬼怪都有 什么鬼都有 真的 这个鬼地方 哎呀 没有你想想想想不到的 只有你不敢想的 12块钱15块 Famous Davis 哎呀 只有你不敢想的 确实 你知道这个东西 你像咱们我我我明天要去餐馆吃东西 他也要写一个报告 就是有一个report 你知道吧 没有那么那么那么什么正式啊 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就是一个report 我之前在国内的单位也是写 写一个report 就是这个人员工作进程是什么样的 做什么工作啊 都干嘛了 是吧 都会有一个report 就跟我们去吃吃饭一样的啊 这家店怎么样啊 点了什么菜啊 服务怎么样 是吧 他以这个菜品 那个看起来什么样的 吃起来什么样的 闻起来什么样的 味道怎么样 那个店里的环境怎么样 店里的人员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跟 都会写一个report 你知道吧 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很多人觉得 哎呀我来这边了 感觉到这个世界和以前世界 是吧 有很多不一样 但是我更多感觉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一个造型 只是坏了一层皮而已 所以说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新鲜感 没有大新鲜感 我觉得都是一个造型 人性它是不会变的嘛 爱戴小便宜 人性也是贪然的嘛 是吧 连组织方式 写的report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区别就是在于 它是用英文写的 我们是用中文写的 这就有 就是有一点这个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的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跟他去 那个东西 也是我不喜欢的东西 哎呀 所以说人生哪 多多转转 转了半天吧 都他妈的转的 按照一个人的说法就是 哎呀就是说 你在没有掌控全局之前 是吧 你学太多东西 没用 你干嘛还是得干嘛 9块6 11.4 哎不难 该干嘛还是干嘛 没有任何区别 是吧 就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他妈这个是个农民 是吧 7块钱10万 你他妈这个农民 是吧 你遇到了改开放这样的好时候 上面缺位子缺人 哎你能上位 如果说上面不缺位子 不缺人呢 你农民还是读完了 读完了那个书之后呢 你回去还是读农 读农 没有任何区别 回去干嘛还是得干嘛 所以说他这个话说的 在这个角度上说一点脱命 是吧 如果碰到了改开放这样的 这叫做机会啊 百废再兴 需要大量的人员 大量的职位 那么有可能你能上位 是吧 你能升级 如果说你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 你现在已经到了阶级固化的时候了 你学再多 是吧 人家位子是固定了的 是吧 你就去他妈的税务烟草 石油电力 人家的位子已经都定了 是吧 要存给下一代了 你没有位子给你们了 是吧 读农说你还得回去 这个地方没有你位子 对吧 你不像以前 各个系统都要人 都要人才 是吧 你来了 你就只有你的位子 你不然就没你的位子 你妈的 我走 OK 先到这儿 待会儿聊